你们这些孩子就这样 老说忙 跟父母说 哎呦没时间哪 忙死了 睡不了觉都 其实呢 自个玩的好着呢 今儿你可得好好跟我聊聊天 行 陪你聊 聊十块钱的 你想聊什么 哎呦 聊聊你的生活呀 工作呀 嗯 嗯 生活挺好 工作顺利 你这叫聊天啊 你这不是堵妈嘴呢吗 哦 那您非得让我说 我生活不好 工作一大糊涂 这叫聊天了 不是 那个 那个 你身体怎么样啊 哎 您不是跟我聊生活和工作吗 我聊身体了 你不得有好的身体 你才能好好生活 好好工作呀 嗯 也是哈 嗯 身体挺好 挺好的 嗯 恢复挺好的 嗯 你身体上 就没点什么事 想跟妈说说 嗯 爸 是我姐跟你说的吗 哎 素颜 这孩子可不能生 你想啊 你们没扯证呢 这就算非婚生 这户口都难上 行 最后大点了 怎么想办法 都能上上 但是这事可不是儿戏 你 你不能光想你自己的感受啊 感情啊 她是个孩子呀 她将来 成长过程里头 得承受都是东西呀 跟别的孩子都不一样 她得有多少压力呀 你得替孩子想啊 嗯 听见没有啊 爸 你别坐了 不要吃 苏妍 来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干嘛这走啊 叛徒 你不能这么说我啊 我这都包着你瞒着好几天了 再说这事能瞒得住吗 我是扛不住 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甭打我主意 没用 没用 你去哪儿啊 你今儿开车没有啊 那你慢点 苦惨 什么东西 带一个 刹司 你们谁呀 什么 你谁呀 我是谁 小茬 小茬 这什么情况啊 我带他们过来看房子 不是 你们跟着你干什么 我这接个电话了 公伙你们打着牌了怎么 您这电话接的 打两小时 打八十多 请问你们看完房了吗 请问看完房了吗 完了完了完了 看都是看完了 看是看完了 看完请回 快走 不是不是 牌拿着 去我家继续啊 走 我看这意思 您是房主 我是房主 你说我吗 我跟你说啊 这房还真有点贵 你怎么什么人都往这带呀 没有一个像能租我房子的人 杨姐 您这房租要是再不往下降 就这样的人 我都带不来了 我也不带了 带了也白带 你怎么跟房主说话 怎么没有专业精神 不是我说您啊 就您买的这几套房子 实在是太失策了 当时买的确实有点猛了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吧 不行我全给他改成KTV 天天卡楼K 好 这 爸 爸给你了 今天一定要打四圈啊 什么四圈六圈都陪着你 不要 中宵我都陪着你 哎呦 太好抽你的小体格吧 一个通宵就干啪呀的 不是不是 文下长 来啊 开会了 这谁来了 文老师 赶紧查闪事了 快点文英 我今天 我不太想玩 你是 哎呀该开会开会呀 怎么不玩 不都来了 下午来咱们来就是了 不是 我说心 心里有点事 有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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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文老师 老师 家里 来 你怎么了 今天感觉不好啊 是不舒服了 不是我的身体 是孩子 是 我 文校长啊 我跟你说呀 不管发生什么事 也别在心里憋着 你要是在心里憋着 没病能憋出病来 小病能憋出大病来 这 说说 这哥几个 能帮你分点优分点优 能结点仇 结点仇不是吗 这 这 你跟我说 是这样 嗯 就是我那小三 我那小女儿 这不是出车祸了 嗯 未婚夫也 也撞死了 好 啊 结果现在我才知道 她怀孕了 三个月了 哦 怀孕了 呦 那孩子是她 未婚夫的 可不 不是她的是谁的 哎呀 人死了 孩子绝对不能留 就是 你给打掉的 你想想 一个单身母亲 带的孩子 多不容易啊 那太受罪了 以后结婚再说吧 就是 再搞这些都不好搞 是啊 哎 这些道理都知道 我都说给她听了 可是她不听话呀 你说 以后结婚再说话 别听传俩的 你也别劝 你们俩这叫啥呀 站在河边说海话 不是现在 不是你想想想想想 人家这孩子呀 是以两个人的爱情结晶 对不对 对吧 丈夫刚死 就逼着人家 劝人家把孩子做掉 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严吗 这不是要人两条命吗 这不是 我坚决反对 别劝 我跟你讲 现在要一个孩子 需要多少钱 一个月一万打不住的 哎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 是是 你要想娇生惯养 现在一个孩子 一个月八万你都能花出去 咱们小时候多穷啊 求你叮当响吧 我妈生我们哥儿六个 我是老二 数九笼笼穿的鞋 我继续针着脸 还露脚趾头呢 怎么样不活的挺好吗 不是 这不一样 有啥条件说啥话 谁跟你讲 你不要唱高调 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你的女儿身上 你怎么办 你说 我没女儿 我要有女儿 我也同意她生 为什么 你听我说 孩子多了 好 你要孩子多 她不孝子她孝子 她不孝子她孝子 有选择呀 你孩子多了 咋比方 行了 你要吵了 人要生你就照他生 是比方 行了行了 你们不要吵了 你们吵对我也没什么帮助 是 我现在也是心里挺乱的 今天不玩了 我回屋歇一会儿 好吧 对不起啊 是 你先歇歇 对对对 还还还还 你琢磨琢磨 你硬劝人做了 不能劝 该生叫你生 在哪儿 我们自己玩吧 好不好 你玩心太大了你 你真想得休息你 咱不会小姐生 要玩上你家玩去 我家不行的 要玩上 我家亲场不行 人家亲场 我最近过得挺好的 你怎么样 我现在 过得可恶规律了 每天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吃得香 睡得着 工作也比以前顺利了 有的时候 我觉得人啊 不能跟命着 那句老话说得特好 命里一尺 难求一掌 我认了 蓝蓝蓝 妈 你今天能不能把苏颜 再给我约回来 我还想再跟她谈谈 妈 老三她现在能听我的吗 她都知道 我把她所有的事都已经告诉您了 她肯定不听我的呀 那好吧 那我上你那儿去吧 我去找她去 您到我那儿去啊 那马月她们都在家呢 你把她们支出去不就完了吗 你这点折你都想不出来 你还得我教你 行 我把她们支出去 那行吧 你们下了班我就去 好 好 你那房子住不了那么高 行了 我这儿来一个朋友 先不说了啊 好 妈 杨姐您到了吗 我到了 是你吗 我姓杨 小皮 你好你好 杨姐 您怎么才到 我都要走了 你可不能走 你要走了 你得后悔成什么样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迟到吗 刚才 我刚要准时出门 就被一熟人给堵在屋里了 她非得要我那三道房 人家也是干中介公司的啊 人家那个公司可比你们公司大啊 我一看呀 跟这个熟人办事也挺麻烦的 咱俩不是通过电话吗 我对你印象还真好 我一看 就你了 来 杨姐 还真姓皮啊 真逗啊 我还以为你这是一秒 杨姐 那我问您 您那房子是打算卖啊 还是租啊 如果要是能卖出去 一次性付款当然好了 要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 租也没问题啊 我是卖也行 租也行 合适就行 我好说话随和 那要是打算卖 准备卖多少钱 我买的时候是两万 那现在怎么着也得卖两万六吧 这现在房子涨得这么快 那要是租 租多少钱啊 租 怎么着也得这个数啊 我们公司在那边还真没有房源 这样的话我得回去给您查上去 不过你得抓紧啊 我给你个期限吧 一个月怎么样 一个半月 就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如果你要是还没出手的话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你别怪姐姐啊 那我回去尽快查 您房子正好啊 也许啊三天能租出去 OK 那要是不还的话 也许三个月三年也租不出去 哎呀 您这说话大喘气是吧 我们就进入教育方式 我们就进入教育方式 是不是 我回来了 姐姐 妈来了 妈 外面冷不冷啊 还行 喝点水 你姐刚给七的热乎着 哎呀 你瞧 对 正放你主持的节目呢 你说 那我想 在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 你说谁想得到啊 你真上了电视了 啊 小时候你记得吗 你老说 想当演员 哎呦 我说当什么演员呢 人家那个当演员的 都是家里有干这个的 父母 舅舅姨 得有人教啊 有人带着你出道 咱家有谁啊 妈谁也不认的 后来又说 我要当播音员 要上广播学院 我还说呢 那得给人老师多少红包啊 咱家也没那么些钱 嘿 还就真上了 哎呀 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 你最聪明 你爸要是活着 看见你真上了电视了 他得多高兴啊 你爸出事那会儿 街坊四邻 亲戚朋友全劝我 说哎呦 浩然没了 你这肚子里这你不能要 你这弄仨的就够费劲的 你再来一个你一人怎么带啊 我说那哪成啊 那是你爸爸跟我的最后一丝联系 是跟我留下的最后的一个根 我必须得生 谁劝都不停 哎 这女人怀孕的时候啊 是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候 妈知道 妈怀个四个呢 你想想 妈也都记得 交流 交朋友 肚子里有个孩子 走哪儿都觉得是俩人 心通着心 老想着 这孩子生出来长什么样啊 是不是活吞一个他呀 是不是得特聪明啊 幸福 生出来就后悔 爸 嗯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妈妈想说 别亲你生孩子 啊 啊 你那一字是 您生小字后悔了 悔 肠子肚子我都悔清了 真的 就你们仨 我操的内心 加起来都没小事 一人我操得多 悔 我肠子肚子都悔清了 我 一米八三 想揣我也揣不回去 哎 行了 您别说了 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不想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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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着 谈完了 不爱听我说话 妈 您先别着急 估计她现在心理癌症难受 哪能不急啊 急死了我 你们俩天天一床睡着 你得多劝劝她 听见没有 行 我再跟她说说 您跟那吃饭吧 我不吃了 我走了 我送您 老三 妈走了 你别叫她 你叫她 没事 你屋歇着吧 甭出来 走了 慢走啊 妈 待会儿饭就好啊 姐 怎么着呀 以后你没事 别把妈招待行不行 你真成 妈到我这儿来怎么了 所以我发现你真够可以的你啊 你跟妈有仇是怎么着 这大冬天的 她都多大岁数了 你以为她愿意一趟一趟这么跑啊 行行行 别说了 我错了行了吗 我错了 我还没想着就不超越来 我还没想着你啊 我还没想着你啊 我们就只能带我这儿一趟吧 我们就带我这儿一趟吧 我们就带我这儿一趟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跑哪去了你 不是 你大姐那去一趟 你吃饭了没有 就刚才吃了点剩的 妈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本来我刚才都吃饱了 然后您一回来 我又有点饿了 要不您再跟我做点 行 妈再给做点 行 那我还玩点啊 那不好叫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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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这房子一直没租出去啊 你一直在蒙我呀 那开发商就是个王八蛋 他跟我说好了 说我收房的时候 地铁也修好 什么沟也修好 现在这么长时间了 什么都没有 别说地铁了 连出租车都打不着 谁租啊 谁买啊 那开发商的话你也信哪 开发商要是靠得住 连母猪都能上得出 那我也不知道啊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我不让你买 我不让你买 你倒好 一口气买了三套啊 现在出事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能耐啊 败家老娘们 你把天都捅破了 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你看你现在这副嘴脸 要多丑有多丑 我跟你说啊 苏可 我炒房这么多年了 从来都是成功 就失手这么一次 你就这么数了我呀 你作为丈夫 是不应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给我点家庭的温暖 伸出点援助之手 让我感觉到很热乎啊 你想想我是怎么对你的 如果没有我 你现在根本没有北京户口 你还在那动物园 喂那个大老虎呢 没准被老虎吃了呢 你凭良心想一想 你为我做过什么 你说我为你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我救过你的命 要不是我 你早让老虎给吃了 哎呦喂 说了都快一万遍了 我毁就毁在这儿了 你要没救我的命 我就不会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我就不会嫁给你 我不嫁给你 我现在满世界享清福呢 我受你数落 我跟你吃苦招罪 你爱咋地咋地吧 我告诉你啊 这钱你可别打主意 我已经给妈了 什么手啊 怎么那么快 身份证 结婚证 户口本 那就是说都同意了 谈好了 都没意见了 没有了 好 那我去盖章了 你干嘛 他送给我 小灰 不要管我 你不要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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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苏你 老苏 喊你半天你跑哪儿去了 这这么大的事 没你行吗 我现在啊 一脑门子官司 家里出点事了 老苏 你怎么了 我那个败家媳妇 不是买了几套房子吗 到现在是租租不出去 卖卖不出去 砸手里了 这儿人给骗了 他自个儿骗自个儿了 房价就是让你媳妇给吵起来的 你媳妇这种人 自食其果 活该 哎呀 你说说 你说说这都几点了 都过了半个小时都多了 这俩人还没到 哎呀 一点组织系纪律性都没有 你说 这老周啊 一听排练准迟到 要说打麻将 准第一个到 可不吗 哎呀 这老吴怎么今儿也晚呢 哎呦 肯定是拽他去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哎 要不你给老吴打个电话 快打 我不打 你打吧 那我打 来了 来了 哎呦 这都几点了 你们这迟到时间太长了 啊 不看表啊 不知道我们等着他 啊 怎么了这是 怎么这表情啊 啊 出什么事了 坐下坐下 怎么了 家里出事了 啊 怎么回事 你就说吧 你讲吧 还是你自个儿讲吧 我心情不好 那好那我听你说 啊 怎么回事啊 他老伴啊 让医院确诊为这个老年痴呆了 啊 干嘛 你怎么把老年痴呆了 老年痴呆啊 真是老年痴呆啊 你闹 你别闹 你闹死你 别闹 这个不是闹 真事 刚才我去找他 啊 他老婆开你门 俩眼睛直勾勾地瞅着我不说话 我说你那么瞅着我干什么 你怎么 你不认识我啊 认识 认识我是谁啊 你是我的舅 你看看 你看看 后来吴就问他了 不是 他是他舅 吴是谁啊 他说 你是二舅 二舅 二舅 你看看 你老不迟灾了 你怎么还高兴啊 你还笑啊 真的是 我跟你讲啊 从现在开始啊 我再也不要考虑离婚的事情了 因为啊 他这个人啊 是很精明的 很厉害的 现在啊 他傻了 我再也不怕他了 现在轮到他怕我了 我说什么他要做什么的 大姐你说说 啊 这就是老天有眼 什么都有寿数 你说你这前半辈子厉害 凶 欺负老伴 这后半辈子 就剩傻了 啊 你不是还有个事儿 要商量吗 啊 什么事情啊 你老伴儿确诊以后 你说你要跟大家商量什么事了 你也得这个老年痴呆了 哦 下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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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事情也要到这个地步了 他也痴呆了 这个我就想啊 是我们两个一起去进老院好呢 还是请一个小保姆到家来好呢 我想大家来拿拿主意 是 这么个病 你们俩人在家是够呛 啊 都危险 出门就不记录了 出去买个酱油 都兴许走不回来 可是你说 那个小保姆在家里行不行啊 咱也不知道这 这养老院的条件什么都不了解 我说呀 还是找个小保姆 听说有的进老院不怎么样 这怎么样还不怎么样 咱们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呢 得看看才能做决定呢 是不是 对对 应该去看看去 不光是为他们俩 还有你 你 你们将来 还有你 没有我 不住了 住不了了 你怎么老胡说呀 瞎说了 这么着 找个时间 咱们一起去考察一下 就当浇油了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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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证也不累呀 游证也不累 自尊出太阳 就要往昔位 哎 年轻的时候啊 吴对开啊 你做了很多 对不起他的姿势 咱们这些西郎不够的光 画面切的都出问题了 文案做的也不好主题 怎么回事啊 不能老让主人这样找我 快快快 严姐 严姐你可回来了 我们可想你了 严姐家里都还好吗 没事了 严姐 严姐 回来了 身体也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吧 放心吧 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我跟主任打声招呼 好 下来吧 主任 主任 啊 苏妍 怎么样 身体恢复好了 还好 好 哎呀 苏妍啊 在你没回来这段时间 咱们这收拾率都下滑了 哎 你回来就好了 这样 第一 你要注意身体 第二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别自己扛着 啊 谢谢主任 啊 那我先下去了 好好好 我们这个酒店是个 美衣人的 86件房子 啊 呃 这 每个房间呢 都是标准的 这个酒店配置 我们来看一下 来 你先借 你看 这就是我们 新级标准的 壁日 整个装修啊 都采用着环保污染的 材料 啊 呃 此外呢 你看我们这还有保险柜 有24小时呼叫器 啊 连这身体不舒服啊 24小时随时呼叫 嗯 还有冰箱啊 啊 还有等级彩店 一用俱全 怎么样 你看 看好了吗 啊 新级酒店式公寓 是 啊 刚才啊给您介绍的是房间 啊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养老院其他设施 前面那这儿呢 是娱乐区 来 您过来看看 有篮球啊 对 有台球 有沙湖球 啊 还有桌上红球 您看见了吗 您看 这些老人们玩得多好啊 嗯 咱们小时候玩谈理不弄吗 这儿呢 这是我们的图书室啊 对 所以我阿姨可以在这儿看把书 书啊 休息休息 还玩这个猪啊 啊 对啊 我们这儿有好多老人 也都喜欢打麻将 我看了 说在这儿消遣消遣 嗯 嗯 您几位喜欢打麻将吗 是的呀 您喜欢呀 那干脆今儿就在这儿铁铁吧 可以铁铁 可以啊 我咋鞋了 哎呦 老师 谢谢 谢谢麻将的图书 这是图书 是 都在这儿看书呢 这人呢 一见着麻将 一点儿素质没有 我说话里面记得 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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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这条件真不错 谁干嘛 哎呀 哎呀 找忙玩什么呀 哎呀 没事玩两把 没事 哎呀 都玩了 啊 我还有事呢 什么事啊 我得买菜去 这买菜什么时候不都买的 都肯买的 他呀 就是每天一到下午六点 就小猫挠心 急的呀 就去买这打折菜 你说你还在乎那点钱干什么 你说这 可不嘛 那平常 五块钱一板的博菜 你到了六点 五块钱买三板 值不值啊 值值 你要那么多板干嘛呀 你一个人吃饭 你一板还不够啊 那两板还不都得扔 我干嘛扔两板啊 我搁那冰箱里 哦 你练吃三天博菜 可不 你俩人都吃了一样 来来来 我这把脑子 干你了 我们陪着你上这干啥来了 不是上这玩麻将来了 这看一圈 你得说说 你什么态度啊这是 对呀 干嘛来了我们陪 怎么个想法啊 这也是 哎呀 温老师 你先讲讲 哎呀 我觉得 这儿的设施啊 条件什么的都挺好的 可就是 除了那几个小护士 到处看见的都是老年人 推着轮椅 这长时间在这儿待着 心里压抑不压抑 了解 为什么 嗯 整个人的准备 当然 对